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月前发表的数据显示, 韩国11月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出口额同比大增24.3%,为254.5亿美元, 创下单月最高纪录。 至此,韩国ICT出口额连续10个月同比增加, 这归功于半导体行业景气、ICT设备需求回暖视图明显等利好因素。 按屏幕看,半导体38.6%,手机3.5%,通信设备3.3%,电脑及其周边设备1.9%的出口额同比增加。 但显示器同比减少3.7%,单看半导体, 其出口额同比剧增38.6%,为172.7亿美元, 创下单月出口新高,带动ICT总出口额增长。 这是半导体出口额继6月、8月和9月以后, 今年第四次刷新单月最高纪录。 另外,11月,ICT进口额同比增加2.7%,为127.7亿美元。 由此,韩国11月,ICT贸易收支实现126.9亿美元顺差, 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预估, 2025年记忆体晶片营收渴望增长27.8%, 是2025年半导体业增幅第二大的产品类别, 仅次于逻辑IC的增幅37.1%。 研调机构Digitimes副总监蔡卓少表示, 记忆体晶片涨价, 记忆体大厂的三星有望受贿, 但只能赚到市场财。 蔡卓少指出, 三星集团规模庞大, 涵盖晶圆代工、 记忆体晶片和手机等领域, 许多产品是自家采用, 过去在一项产品窜解后, 可以带动其他产品攀升, 形成良性循环, 是三星过去强大的主因。 蔡卓少观察台积电, 英特尔与三星当前竞争态势, 预期台积电在晶圆代工领域, 仍渴望维持2-3年主导优势, 不过英特尔可逐步成长, 因为客户买不起台积电产品, 就转向买次接产品。 另外, 记忆体价格持续涨价, 近期业界传出, 三星电子总部低调派遣多名调查人员来台湾, 展开内部调查。 调查重点锁定多名三星员工与代理商, 涉嫌在记忆体相关产品上收手回扣, 案件牵涉范围不仅限于台湾, 亦延伸至新加坡与中国。 据悉, 在约谈多名相关人员后, 三星已果断采取行动, 行销与业务体系出现首波人士移动。 对此三星表示, 内部调查属于例行营运流程的一部分, 不方便评论进一步细节。 近期全球记忆体市场面临涨价挑战, 从固态硬碟、SSD核心元件NAND Flash, 到传统硬碟、HDD等所有可用储存装置, 均受人工智慧、AI热潮冲击。 特别是NAND Flash, 价格今年涨幅惊人, 且业界预估短缺现象, 一个月内恐更恶化。 金士顿资料中心SSD业务经理 Kamron Crandall近期受访指出, 今年NAND Flash价格暴涨246%, 70%涨幅发生在最近60天内, 多数价格上涨压力已迅速进入供应链。 NAND Flash占传统SSD物料成本90%, 价格剧烈变动, 直接牵动终端产品价格。 这波短缺何时结束? 目前业界看法不一。 Siphyr Technology公关经理Edward Chrysler认为, PC玩家和潜在买家不应给予恐慌性抢购, 目前及六个月内的痛苦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随着记忆体晶片行业在缺货涨价周期中持续受益,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即将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备受关注。 煤光之后, 另外两家记忆体龙头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将交出财报成绩单。 在记忆体缺货涨价潮下, 这两家供应商第四季度的记忆体业务盈利能力将超过台积电, 这也是七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据韩国经济日报援引半导体行业消息人士消息称, 预计四季度三星记忆体业务及SK海力士的毛利率直冲云霄。 行业预测显示, 这两家记忆体巨头的记忆体业务毛利率有望达到63%至67%, 将自七年来首次超越全球晶片代工龙头台积电毛利率约60%。 这一变化标志着, 在AI产业浪潮中, 半导体行业的利润重心正在发生转移。 此前, 美光已发表的财报率先印证了这一趋势。 因此值得一提的是, 美光发表财报显示, 其2026财年第一季度毛利率为56.8%, 环比提高11个百分点, 其并对下一季度给出约68%的强劲之银, 远超预期的业绩震撼华尔街, 多家投行大幅上条目标价。 有分析指出, 此次业绩修正幅度在半导体史上极为罕见。 预计第二财季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 毛利率将在68%左右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 彼时, 美光交出的财报惊动了整个华尔街, 多家投行上条公司目标价。 大摩指出, 除了辉达之外, 美光此次提供的营收和净利润上修幅度, 在美股半导体历史上, 积无先例。 在AI热潮下, 台积电凭借三奈米制成, 拿下了辉达、AMD、博通等的AI晶片代工顶单。 由于之前, AI训练颇为仪仗这些晶片, 将辉达与台积电同为了AI半导体的主角。 报道指出, 由于如今, AI重心从训练转向推理, 随时存取数据成为关键, 带动记忆体需求激增。 在AI推理需求推动下, 明年记忆体市场规模将达到4440亿美元。 美光也将业绩增长归映于AI资料中心更高的定价和飙升的需求。 美光执行长Sanjay Mairoucher更强调, 预计DRAM供应紧张态势将延续至2026年之后。 这一结构性变化的背后, 是AI发展中心从训练转向推理所带来的需求变革。 推理过程需要高速、 频繁地存取数据, 从而极大拉动了对DRAM、 高效能、 SSD等记忆体晶片的需求。 有一些机构研报表示, 部分投资者对于AI对记忆体晶片需求的带动幅度仍有低估。 整体来看, AI推理过程将使得记忆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有望提升对活跃数据储存的需求。 而当前资料中心储存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机械硬碟, 满意满足高速读取活跃数据的需求, SSD等有望在AI推理中持续扩大应用。 未来随着AI应用更加广泛, AI推理需求持续提升, 有望带动记忆体晶片需求持续高速成长。 总体来看, 台积电虽凭借先进制程牢牢握有AI训练晶片的代工订单, 但在当前产业阶段, 记忆体晶片已成为制约AI推理能力的关键瓶颈, 并因此获得了更强的定价权与利润空间。 随着AI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推理需求将持续增长, 记忆体晶片的市场地位与需求规模又往进一步攀升。 同时, AI推理也将驱动储存架构升级, 加速SSD对传统机械硬碟的替代, 为储存行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